那另外我们的科学小天使还有一题 他讲这一题我觉得也很实用 因为难得请到这种很研究实物的这个专家 而且很在乎说东西要健康 另外要天然还要这个非常好吃的 所以这个听众朋友们刚好有个妈妈留言 刚好一起跟你请教一下 这个妈妈她留言 她是刚刚新移民来到我们的美国的 那她发现在美国呢 她平常在这个中国都是吃很多的这个猪肉 又香然后这个猪的料理都很简单 可是发现来美国在超市里面买的猪肉 奇怪美国猪为什么都臭臭的 她觉得猪有一种特殊的美国猪的一个特有腥味 所以她每次炒菜的时候都很困扰 因为一样的料理一样的配方 只是猪肉不一样而已 结果这个出来的口感差很多 那我不晓得猪肉的这个部分 甜品大师Jasmine 你自己对猪肉有研究吗 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这个因为我平时也会 就是喜欢做一些什么红烧肉 红烧排骨之类的 美国猪肉确实它有一些清臭的味道 那其实我们有两种方法可以处理掉 这是我亲身试验比较有效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猪肉之前 我们先就是用一盆醋水 把这个猪肉浸泡半个小时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好的 可以清除掉这个清臭味 那如果你买的猪真的是清臭味非常重的话 那就是建议我们在泡它的时候 并且烹饪的时候都要加料酒 白胡椒然后还有各样的八角香料之类的 这样我们就是可以很好的把它的这个腥味给去除掉 那如果您还是觉得就是有味道 不想要一点味道都没有的话 那就是在烹饪的过程中 再加白葡萄酒和柠檬片 这样的呢我们炖出来的这个猪肉 它的腥味基本上是没有的 白葡萄酒啊哇感觉你想要做中式料理 但是你用白葡萄酒又有一种西式的感觉 然后你说加白葡萄酒或者是什么 还有另外一个什么 柠檬吗 柠檬片 柠檬片哇 OK那这些所有妈妈们不妨都试试看哦 因为像我自己吃猪肉 我不喜欢吃那种口味料理非常多的 我很喜欢吃那种蒜泥白肉的 就直接就是白白的肉 然后你就沾点酱这样子 所以如果是你怕这个猪的腥味太重的话 我们把这个白葡萄酒拿出来调配 或者是柠檬片 你在煮这个蒜泥白肉 光是在烫肉的时候放进去 都能够去掉腥味啊 是 好的好的 大家不妨这个试一下哦 我以前不知道醋这么好用哎 那按照我们的这个甜品 是我们Jasmine的这个讲法的话 大家不妨试试看 醋啊柠檬啊 这个对付腥味很棒的一些方法哦 那再次感谢我们甜品大师 谢谢我们的Jasmine Jo 谢谢谢谢 谢谢